在这里 这里就有自由 圣灵自由与幸福知己 一生岛海星星 坚定无端生气 期待为大神做几秒时 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 喜乐的江河在这里 荣耀彰显弦几秒神迹将写命 天上国度降临 在这里 在这里 耶稣你现在在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 喜乐的江河在这里 荣耀彰显弦几秒神迹将写命 天上国度降临 在这里 荣耀彰显弦几秒神迹将写命 天上国度降临 在这里 哈利路亚 让我们再一个神最大的掌声 我们欢迎你 耶稣欢迎你 胜利宝座在我们当中 我们的神是凡事都能的神 阿们 用接下来这首歌来宣告神 将会成就美好事在我们身上 阿们 那些眼睛 未曾看过的事情 还有耳朵 未曾听过的事 还有耳朵 未曾听过的事 还有耳朵 未曾听过的事 上帝早已预备 给那些爱祂的法来信 上帝能够 拯救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忍不止尽 直到永远 祂的感能永不改变 上帝能够 拯救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更固执尽 直到永远 祂的大灯又不变 祂的大灯又不变 让我们再一次来宣告 那些眼睛 未曾看过的事情 还有耳朵 未曾听过的事 甚至心里 还没有想过的事 上帝早已预备 给那些爱祂的法来信 就是我们 上帝能够 拯救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更固执尽 直到永远 祂的大灯又不变 上帝能够 拯救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的事情 更固执尽 直到永远 祂的大灯又不变 好 我们现在要用我们的身体来敬拜神 Are you ready? 可能没有ready 我们先暖身一下好不好 跟着音乐 跟着我一起做 我们一起往这边 好 外边 这很简单 right 如果你可以加头 你可以加头 然后你可以转身 ok 好 接下来很简单 我们再唱一次的时候 我们就一起跳起来 可以吗 ready 上帝能够 拯救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更固执尽 直到永远 祂的大灯又不变 上帝能够 拯救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更固执尽 直到永远 祂的大灯又不变 请举起 双手来唱 上帝能够 拯救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更固执尽 直到永远 祂的大灯又不变 上帝能够 拯救一切 不可能的事情 更固执尽 直到永远 哈地大灯又不变 更固执尽 直到永远 哈地大灯又不变 哈利路亚 我们的神大灯永不变 阿里哈梅 哈利路亚 我们再次给神最大的掌声 哈利路亚 我们赞美祢 哈利路亚 主祢配得赞美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祢是信实的 祢是大能的 祢是无所不在的 祢是无所不能的 主我们谢谢祢 谢谢祢 谢谢祢 如此的爱我们 谢谢祢 爱我们在座的那一位 谢谢祢让我们愿意张开双手 下祢求祢就让我们得到祢 祢 回到祢 对我坚定不一 歌曲 英国 歌曲 英国 很憐憫 有首歌從我心深情 只想得擔盡拜你 你愛我堅定 感謝你恩典的憐憫 有首歌從我心深情 只想淡淡盡拜你 耶穌我愛你 耶穌我愛你 走過人生四季 你也永不止心 耶穌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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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對我堅定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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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手隔走我心生气 只想单单敬拜祢 耶稣 耶稣我爱祢 耶稣我爱祢 走过人生四季 祢要永不止息 耶稣我爱祢 我们爱祢 耶稣我爱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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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这辈子没有开口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 但我今天早晨邀请你 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 你可以张开你的双手 就是单单的单纯的来到神面前 对他说我爱祢 你可以用说的你可以用唱的 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 这里只有祢 我们的神爱你的神跟祢 让我们一起来回应祢 说我爱祢 我爱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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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爱祢 我爱祢 耶稣我爱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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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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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全心呼召 你许都坚定 耶稣我爱你 更多来对祂唱耶稣我爱祢 耶稣我爱祢 我的耶稣 我们爱祢 走过人生四季 你也永不止息 耶稣我爱祢 我们爱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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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我爱祢 耶稣我爱祢 听我全心乎扯 第一世都坚定 耶稣我爱祢 听我全心呼售 你许到坚定 耶稣我爱祢 主我们爱慕祢 主祢的爱如此何等的甘甜 主我们说我们可慕祢 我们从心深处呼求祢 主求祢的爱降临在我们当中 来填满我们来充满我们 来温暖我们来鼓励我们 我们爱慕祢耶稣 我们爱慕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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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慕祢 我们爱慕祢 oa 音乐 支部 糊 你们美 神 师 其 ino K 我们互求荣耀的云彩充满着地 从我们中间转到万国万民 我们爱慕你耶稣 我们等候爱慕耶稣 可不更多敬拜耶稣 同心在左前不停呼求你 渴望更多遇见 经历你 同心呼求 同心在左前不停呼求你 渴望更多遇见 经历你 我们敬拜 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 你正配的 配的所有送赞 我们护着 荣耀的云彩 我们护着 荣耀的云彩 从我们中间转到万国万民 我们敬拜 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 你正配的 配的所有送赞 我们护着 荣耀的云彩充满着地 从我们中间转到万国万民 就愿意跳 驿连加坏 思想尚 求你来 主 изнес изнес よ 愿意跳的 ora 愿你正圈这地 向好复予你 合作 贊助你 令我们属于你 付もの 言之还是新凶耶 jaw 诚你提 我们育主 念的话 只要一给你 护着这地 幸好与你 愿祢过度降临 买壶车堂主却属你 愿祢将权这地 幸福于祢因我们属于祢 一直这地主要我们需要 因我们需要祢 愿祢过度降临 我们敬拜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 你却陪得 陪得所有存在 我们苦求荣耀的云彩 充满着地 从我们中间全都挽过 我们敬拜我们敬拜 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你 你却陪得 陪得所有存在 我们敬拜我们护着荣耀的云彩 我们护着荣耀归于你 我们护着荣耀归于你 你却陪得 陪得所有存在 我们护着荣耀归于你 我曾满前地 从我们中间全都挽过万民 是的主 祢是配的 主祢是配的 配到我们的敬拜 祢配到我们的赞美 好不好 今天早上 我们一起来向神有一个回应 我们同声开口的来祷告 把我们的敬拜 把我们的赞美 完全的来归给我们的神 我属于一二三 我们就同声开口来祷告 一二三 哈利利亚 是的主耶稣 主 我们要感谢祢 我们要赞美祢 主 因为祢是万王之王 祢是万主之主 主 祢是我们生命宇宙的中心 主 我们今天早上 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 来归给祢 主 因为唯有祢是配的 唯有祢是配的的 主 我们感谢祢 主 祢的爱是和人的残阔高盛 主 祢的爱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主 我们和人的感谢祢 主 祢是新世的神 祢配得我们把一切的颂赞 把一切的荣耀来归给祢 主 我们和人的感谢祢 谢谢祢 谢谢祢与我们同在 我们再唱一次 敬拜 我们举起我们的手 把我们的敬拜 把我们的赞美 完全来归给神 今天早上用我们的敬拜 就来带上神的同在 我们的敬拜 我们不求 荣耀的云彩 充满着祢 从我们中间 穿到万国万里 再一次 我们敬拜 将所有的荣耀归于祢 你全赔的 赔得所有送赞 我们护着 荣耀的云彩 盛满着祢 从我们中间 转到万国万民 是的主 我们很能地感谢祢 我们要赞美祢 谢谢祢今天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回到祢的家中 主我们说 在祢的殿里日 胜过在别处前日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就是要来敬拜祢 我们就是要来赞美祢 祷告圣灵现在 祢就降临在我们的聚会中间 祢来充满我们的聚会 祢的圣灵充满 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主我们今天也说 祢要亲自的来与我们 每一个人来说话 主我们何等的爱祢 主我们祷告祢今天 透过祢的圣灵 祢带来在座每一个弟兄姐妹 让我们今天 虽然空空的来的时候 我们会满满的回家 主我们感谢祢 谢谢祢 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大家一起说 Amen 好吧 我们再给我们的神一个 最热烈的掌声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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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好 大家可以 请坐 谢谢大家 很开心 今天有 欢迎大家 今天又回到我们的家中 我们聚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都想要认识 如果今天有新朋友 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 或者你是第二次 来参加我们的聚会的话呢 我们真的很想要来认识你 所以呢 我待会数到123 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 或者第二次 来到我们的聚会的时候呢 我们就请你站立起来 让我们可以跟你挥挥手 好吗 我数123 123 耶 欢迎欢迎 欢迎在座的新朋友 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家中 希望聚会结束的时候呢 可以留下来 让大家或者牧师 可以跟你打个招呼 好吗 也跟你前后左右的朋友 挥挥手 也替我跟大家说 欢迎回家 欢迎回家 好 那现在呢 我花一点时间来 跟大家分享 本周的报告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呢 我们的小组会 照常的进行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参加小组 然后你还没有一个小组的话呢 请可以到我们的后面柜台 跟我们的招待同工 可以来登记 我们会帮你安排一个 最理想的小组 那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跟我们的儿童教会有关的 就是我们儿童教会 这个check in 跟check out 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那如果你的小孩是三岁 或者到一年级的话呢 我们请你可以在我左方 这个停车场的后面 儿童教室那个门口来check in 那如果你的小孩是二年级 或者到五年级的话呢 请你在我的右手方 这边往后面走到 那个用餐的地区 那个门口的教室来进出 那聚会结束之后呢 也请大家先把你的小孩 来check out 让方便我们的老师 可以开始这个清洁的工作 也为了安全的考量呢 请你不要让别的父母 或者你的朋友 帮你的孩子来check in 或者check out 那谢谢大家的配合 那第三件事情呢 就是呢我们教会 有这个服饰同工的这个招募 那你知道我们教会 每个礼拜要来这里set up呢 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而是大家同工用心 来造成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个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 所以我鼓励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如果可以的话呢 可以一起参与我们这个服饰 那我们教会呢 的服饰的部门呢 有很多 我们有我们的招待同工 有后面的儿童事工 有PPT就是PowerPoint的事工 当然也有我们的敬拜事工 婴儿事工 长地事工 音响事工 或者陪谈事工 所以呢如果你对哪一件事工 你有负担的话呢 请你跟我们的柜台 后面的招待同工可以报名 那你可以其实一个月 可以服饰一次或者两次 可以按照你的时间来安排 我们都可以配合的 所以欢迎大家 如果你有这个负担的话 今天就到我们后面的柜台来报名 那最后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奉献 那我们今天奉献 不会有特别的奉献信息 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 我们奉献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向神的一个回应 就是我们跟神说 神我要依靠你 我要相信你 所以我还是鼓励大家可以奉献 那我们教会呢 奉献的方法有好几种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手机奉献 你可以把这个text GIF到909-295-8800 或者你可以到我们的教会的网站 ervinecitychurch.com 可以做这个线上奉献 那如果你今天是带了支票 或者现金的话呢 我们柜台后面呢 有这个奉献的信箱 你可以结束之后呢 你可以投进去我们的信箱里面 那我们也有这个quick pay 或者sell 我们的账号呢 就是我们教会的email 跟或者是电话号码 就是909-800-9966 好 谢谢大家 那现在呢 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非常荣幸 我们邀请到 我们一个非常 荣幸可以邀请到 这个斐利牧师 下个礼拜要来到我们这里 跟我们一起聚会 那斐利牧师呢 也是我们教会的顾问牧师之一 那今天呢 我们预备了一个简单的 一个介绍的影片 请大家可以一起来 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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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的神 神神 感谢观看 晚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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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为什么 以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神神 每一个人 问题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现在 感谢观看 然后 你想想 怎么办 在你的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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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教会是一个样子 回到家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你是一个全世界最糟糕的基督徒 你又再拿起你的刀 再用力一点杀他 你怎么杀他 你就是很用力的在你的脑海里面 或者是用你的口来宣告神的话语 如今在基督耶稣里没有定罪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如今那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 当你觉得你把事情搞砸了 不可能回头 你现在很绝望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什么 你们大声来读好不好 在荧幕上面这个经文好不好 请你们大声来读来 小的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一助 Amen 所以当你回家的时候 我要你做这件事情 还有你觉得你很没有安全感 你的前途很渺茫 你觉得你不知道以后会怎么办 耶利米苏二十九章第十一节 新一本的版本说什么 它说 因我自己知道 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 是使你们得平安 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 是要给你一个美好的虔诚和盼望 这个是不安全感 亲爱弟兄姐妹 谢谢他们四位好不好 亲爱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神的话语 当你选择使用圣灵的宝剑的时候 圣灵就会在你的心里面 亲自的安慰你 给你信心 给你盼望 这个就是牧师抵挡魔鬼的方法 这个是保罗抵挡魔鬼的方法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 抵挡魔鬼的方法 谢谢 放进去 好 谢谢Anthony 所以我要你从这个礼拜开始 当你回去的时候 找出一些对你的生命 很有帮助的经文 放在你的手机里面 当你开始害怕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他说 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 谨守的心 当你开始焦虑的时候 圣经说什么 他说应当义无挂虑 只要凡事接着祷告一起求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的心怀意念 这个就是为什么 历代 所有的属灵伟人 他们都是背诵经文 默想经文的人 所以他们才能够成为 一个属灵的伟人 因为他们手上 使用圣灵的宝剑 跟你旁边来说 你要使用圣灵的宝剑 阿们 第二点 神的话是我们信心成长的养分 对基督徒来说 信心非常重要 因为神是按照我们的信心 来动工的 马太福音第九章二十九节说 耶稣摸他们的眼睛 说照着你们的信 给你们成全了吧 那信心增长的秘诀是什么 我怎么才能够使到 我自己可以成为 一个有信心的人 我可以用人的肌肉 来做一个比喻 在自然界里面 越有肌肉的人 他就越能够提起 更重的东西 在属灵界也是一样 越有信心的人 可以面对越大的困难和挑战 如果在我们当中 有健身的人 他们都会知道 人的肌肉 基本上就是用蛋白质组成的 如果你要长肌肉 不只是要去多锻炼 你要大量的吸取蛋白质 做健身的人 他们会吃很多的鸡蛋 鸡胸肉 还有鲑鱼 或者我们叫做三文鱼 因为这些食物有高蛋白质 做完运动之后 就要补充身体的蛋白质 信心的肌肉要成长 我们需要的蛋白质是什么 就是神的话 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 新一本的版本一起来念 可见信心是从所听的道来的 所听的道是借着基督的话来的 基督的话原文是 瑞玛 瑞玛的意思就是 从神来的启示或亮光 所以信心是从 神超自然的启示而来 刚开始的时候我说过 神通常是借着圣经 来对我们说话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就是 神透过圣经 给我们光照 让我们能够领受属灵的启示 你知道有些时候我讲完道之后 如果那场道是很好的话 有些人会来到牧师的面前说 牧师你今天的道很棒 好像每一句话都在讲我 很准 你怎么知道最近我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甚至有些人会流着眼泪跟牧师说 牧师今天的讲道里面 我的问题得到解答了 我告诉你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最近的问题是什么 但是当牧师在台上讲道的时候 是圣灵在人的心中动工 把牧师的讲道内容变成一个启示和亮光 让人的问题得到解答 让人的心灵得到安慰和鼓励 我们来看诗篇119篇130节一起来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使愚人通达 好像卡通一样 明白了 懂了 开窍了 领悟了 这个叫启示 这个叫亮光 如果我们要认识神 要明白神做事的法则 我们不能用人的知识去理解 因为神跟我们在不一样的纬度 在不一样的世界 有限的人怎么能够认识无限的神呢 只有透过神的启示 除非神向人启示自己 否则人无法认识神 可不可以说阿们 有些时候我读圣经的时候 神透过经文来对我说话 光照我的心 解答我心中的一些困惑和疑问 神的话是如此精准到一个地步 我不能够不相信 因为太精准了 太厉害了 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灵与魂 骨结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 将人心中的思念和主意 都能辨明 不同的翻译版本 这里说神的道是有生命的 是有功效的 是活的不是死的 圣经是会说话的 神会透过圣经来对你的情况 对你的问题来说话 精准到一个地步 就好像一个手术的医生 手上手用的手术刀一样 这把刀非常的锐利 甚至可以把我们身体上 最细微的一些肿瘤也好 器官也好 用这把很锐利的手术刀 给把它切出来 这个就是神的话 是如此的精准 我讲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刚我有提过 教会开始的前几年 我有很多很多的压力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们教会来了很多人 但是也走了很多人 教会留不住人 我身为牧师的 要负起最大的责任 当然那个时候 我感觉到非常的挫折 很有压力 不管我做什么 人就是不留在教会 我们教会来了 可能有三四百人 但是离开教会的 也有三四百人 这个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困惑 我的心情很复杂 非常难受 在我的脑海里面 每一天我都在想 是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 是不是因为我不够爱心 是不是因为我的领导有问题 我的人格有问题 是不是我的讲道不好 是不是我的祷告不够 为什么我做这么多的事情 人都没有办法留在教会 哇 这个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的挫败 我感觉到我的自信心 完全掉到谷底 这一段期间 非常的痛苦 但是我告诉你 有一天 当我一个人上山 上山去祷告的时候 在有一个早上 我打开圣经的时候 刚好读到马可福音第一章 神就透过这段经文 来解答我的疑惑 我们来看一看这段经文 在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开始 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载的 看啊 我要拆派我的使者在你前头 他要预备你的道 在旷野有声音喊着说 你们当预备主的道 当修植他的路 于是约翰就来了 他在旷野施洗 并宣讲为罪得赦免而悔改的洗礼 全犹太地区和整个耶路撒冷的人 都出来到他那里 承认自己的罪念 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礼 约翰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 腰素皮带 吃的是蝗虫和野蜜 坦白说这段经文我读过好多次了 好多次了 但是那一天读完全不一样 因为神给我亮光 神给我超自然的启示 解开了我的疑惑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约翰本来是在旷野 他是住在旷野的 他是住在山乡下的人 而且约翰这个人呢 他讲话很不礼貌 很不尊重人 人家来听他讲到 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 你们都是蛇 你们像蛇那么糟糕 约翰穿的是什么衣服 骆驼毛的衣服 也代表约翰的外表很难看 而且约翰的饮食习惯 怪怪的 吃蝗虫跟野蜜 这个人根本就是一个 很奇怪的人 从一个传道人的角度来看 他肯定是一个失败的传道人 而且他是在旷野 在没有人的地方讲道 你有没有发现 约翰应该是一个 注定失败的传道人 但是当神的时间到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 所有犹大全地跟耶路撒冷的人 从城市走路到旷野 去听这个怪怪的传道人讲道 而且乖乖的听他讲道 也乖乖的被他洗礼 瞬间我就明白 神就告诉我 教会的成长 人会不会来教会 神说是我的事 是他的事 不是恩赐的事情 那天我就得到一个亮光 时间到了 神自然而然会把人带来 就像约翰一样 整个城市的人都跑到旷野去 听约翰讲道 这个是谁的工作 是神的工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叫做亮光和启示 你读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 神也是要透过每天 我们读圣经的习惯 针对我们的情况 我们的问题 来对我们说话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信心会不断地成长 可不可以说阿们 所以那天我读了这个经文 马上的 在大概五分钟的时间 我就明白了 我就不再困惑了 因为神透过这段经文 直接地对我的情况 对我的疑惑来说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神也要透过圣经 透过启示 来对你的问题说话 孩子的问题 健康的问题 婚姻的问题 工作的问题 财务的问题 心理压力的问题 神要透过经文 来给你启示和亮光 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 一起来读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益的 我对你们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每一天当你从经文里面 得到亮光和启示的时候 你就得到更多神的生命 神的灵就一直运行 在你的身上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的 信心的肌肉特别壮大 有些人没有任何的信心 因为他没有从神的话里面 得到足够的养分 他得到的蛋白质不够 所以肌肉长不出来 可不可以说阿们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要鼓励弟兄姐妹 花时间去读圣经 打开你的心 跟神说 神啊 今天早上 透过经文来对我说话 给我启示 给我亮光 让我知道你是活着的神 让我知道你 你关心我 你知道我的处境 你知道我的困难 求你打开我的心眼 当你做这个祷告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越来越多 会从圣经里面 得到亮光和启示 第三点快要结束了 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导航 大家有没有试过 晚上在很偏僻的 郊区开车的时候 把车子的大灯关掉 有没有试过 没有试过 我有试过 佳琪快要吓死了 因为你把车灯关了之后 前面完全都是黑暗 很容易会撞到东西 人生的旅程也是一样 充满了很多的未知数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 预测未来 但是感谢神 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导航 诗篇第119篇 105节一起来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当你愿意 让神的话来引导你的时候 你的未来是肯定的 你的未来是蒙福的 如果你愿意跟随神的带领 神会开始对你说话 在撒木尔记第三章 第10节这里说 耶和华又站着 向前三次呼唤说 撒木尔啊 撒木尔啊 撒木尔回答说 请说仆人静听 每一天我们要有这种态度 说神啊 向我说话 仆人静听 我在等待你 来引导我 来指引我前面的方向 有人说靠山 山会倒 靠人 人会倒 还是靠自己最好 但是让我告诉你 靠自己 自己也会倒 因为我们并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可以掌控我们自己的未来 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 交在神的手中 真言第三章 五到六节这里说什么 我们一起来读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所以神是一个指引人生道路的神 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话语而活 神就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 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节说什么 他说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不能废去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朋友 让我告诉你 人心会改变 世界会改变 政策会改变 想法会改变 你所倚靠的人会改变 但是神的话永远不会改变 大家可不可以说阿们 所以当你跟随神的话语而活 选择跟随神的引导 你的生命的未来 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但你会有一点风险 如果你不跟着世界的潮流走 人家会觉得你很笨 你有些时候也会觉得自己很笨 你觉得可能自己会吃亏 但是让我告诉你 你在神的眼中是最聪明的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 这里说 所以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 好比一个聪明人 把房子盖在磐石上 雨林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能倒塌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 雨林水冲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并且倒塌得很大 这里所说的房子 就是我们的生命 也可以代表我们的事业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时间管理 我们的感情生活 我们的理财方法 我们的人际关系 在这些不同的领域里面 我们是否按照神的话语的标准 来做决定和选择 这个就是我们决定 把生命建立在磐石上 还是建立在沙土上 如果有一天 有一个不信主的男人追求你 但是你知道圣经说 信与不信不能同富于恶 你会选择跟这个不信主的男人 在一起呢 还是你会选择 等候神给你的预备 每年4月15号的时候 我们都要缴税 你的公司也要缴税 你是按照神的话语说 当得税的给他上税 还是你用自己的方法去 想尽办法去逃税 想要减低你的税务 神的话语说 得罪你的人 你要饶恕他 咒诅你的 你要给他祝福 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 你会选择耿耿一怀 不饶恕他 存有苦毒 还是你选择 跟随神的话语 饶恕那个人 祝福那个人 在口舌方面 我们是不是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 还是我们会按照神的话语说 污秽的言语 一句不可出口 凡事要说造就人的好话 在这些不同的领域上面 我们到底是按我们自己的想法而决定 还是按照神的话语而决定 这个就能够决定我们的生活的未来 我们的将来是如何的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但是如何能够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最近我们读到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到第三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之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哪一种人是蒙福的人 喜爱神话语的人 怎么知道一个人喜爱神的话语 就是他会很主动的去读神的话语 去应用神的话语 他的心里面是希望自己的人生 可以越来越接近神的话语 大家不要误解牧师的意思 我们还在一个改变的过程当中 我们这边的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一天一天的改变 一点一点的改变 牧师所要求的 牧师所鼓励大家做的就是 每一天多一点点去问自己 我遇到这个情况 圣经怎么讲 神的话怎么说 遇到经济的压力 神的话怎么说 跟配偶吵架 神的话怎么说 想要发脾气 神的话怎么说 害怕的时候 神的话怎么说 要去跟一个人合伙做生意 神的话怎么说 要考虑要搬回亚洲 还是要留在美国 神的话怎么说 要不要扩展你的业务 神的话怎么说 我今天只是要求大家 从今天开始 更多地去考虑 神的话怎么讲 这里提到 他说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候结果之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在以色列这块土地 雨水很少 几乎是没有 树要长起来是靠什么 靠地底下的水 所以一棵树要长得好 它就必须靠近 河流 或者是溪流 因为它是靠地底下的水 来供应它的养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别人看不到你 里面的想法 你就好像一棵树一样 你做每一件事情 你都想神啊 指引我 帮助我 我要照着你的话语而活 求你给我力量 胜过所有的诱惑 求你帮助我 不要像别人一样 我要按照你的话语而活 别人不知道 其实你的人生 人生的资源 是从地底下 是从神那里来 但你里面一直跟神说 神啊帮助我 我要依靠你 让我更多地明白你的话语 让我更多得到亮光和启示 别人不知道 你在心中一直做这个祷告 但是神知道 神会亲自来帮助 来祝福你 这是神的话语说的 当我们这样做 我们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按照神的话语而活 神来负责 按照自己的方式而活 自己来负责 当你把你的生命交给神 神会负起你生命所有的责任 今天好不好 我们学习更多的 看重神的话语 从明天开始 我鼓励你 每天花一点时间去读圣经 把一些重要的经文 把它背起来 使用圣灵的宝剑 让你不断地得到亮光和启示 让你的决定 你的选择 都是根据神的话语 最后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说 从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 圣经神的话语 最后要给我们的是什么 盼望 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盼望 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 的人生是充满了希望 神的话 就是给我们盼望 好不好 我们每一个人都站立起来 请我们的乐团也上来 每个人都闭上我们的眼睛 低下我们的头 闭上眼睛 低下头 今天我有一个感动 就是要鼓励弟兄姐妹 可能今天你觉得 每一次你读圣经的时候 圣经好像 圣经说的内容 好像离你很远 很不真实 很不实际 甚至你感觉到 读圣经好像读神话故事一样 跟你的现实生活 扯不上关系 可能你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会睡着 你不明白 好像你的生活很真实 神的话 很虚幻 但是今天早上 我要鼓励我们 在座的弟兄姐妹 鼓励我们当中的新朋友 如果我们要我们的生命 不断地被改变 活得更美好 我们就是要 经过这个改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断地读圣经 不断地默想经文 不断地背诵经文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慢慢 慢慢慢慢地觉得 不是 圣经是真的 圣经的话 是真实的 圣经的话 是实际的 是帮助我的 神会不断地改变 你的思维模式 以至于你的思维模式 你生命的方向 越来越靠近 圣经所说的 直到一个地步 你发现 你的心 是喜爱 耶和华的律法 到那个时候 你就发现 你的生命是越来越蒙福 越来越蒙福 但是这个是一个过程 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个尾声的过程 你必须要 尾声在 这个信仰 尾声在教会 尾声在 读经的生活里面 你不能够 很随意地看待 神的话语 你不能够很随意地 看待教会的生活 你不能够很随意地 来看待牧师的讲道 当你开始认真的去看待 属灵的事情 你就发现 属灵的事情 越来越真实 越来越真实 在你的生活当中 今天有多少个人 你说 牧师 我要我的生命改变 我要看到 我的生命被提升 我要更多的领受 神的启示 我要更多的 得到神的光照 好不好 请你举起你的手 请你举起你的手 举起你的手 举起你的手 天父 你看到 每一个人举手的人 主要我祷告 今天 一个新的高模 新的高油 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打开我们的心眼 主 我们要看见你 我们要谦卑地 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更多的认识 虽然我们的眼睛 看不见你 但是我们可以 用我们的心眼 用我们属灵的眼睛 来看见 主啊 今天早上 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 让我们更多的 明白你的 做事的法则 让我们更多 明白你的真理 给我们教会 更多的亮光和启示 让我们的生命 是建造在 话语的磐石上 不是凭我们 自己的感觉 不是凭我们 自己的聪明 而是单单的 来依靠你 谢谢你 主 好吧 我们每个人 把我们的手都举起来 我们来唱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走过人生自己 你还永远不止心 耶稣我爱你 举起手来唱 向耶稣来唱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再快一点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是的 耶稣我爱你 今天到我们聚会 结束之前 我想要问我们当中 有没有一些人 你还没有 还没有认识这位神 还没有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神 成为你的救主 你还没有把你的罪 交给耶稣 今天我要给你个机会 我要带领你 做这个祷告 如果你说 牧师我要决定 来相信这位耶稣 我要承认 耶稣是我的主 我的神 我要来接受祂 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今天我要让你有这个机会 在我们聚会结束之前 你可以做这个决定 来跟随耶稣 或者是我们有些人 你可能已经远离神 有一段时间 你已经很久没有去教会 你已经没有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今天我也同样的 要鼓励你 要给你个机会 让你可以回到神的面前 好不好 在牧师数到一二三的时候 如果你是第一种人 你要接受耶稣 成为你的救主 你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要把你的罪 把你的人生都交给耶稣 第二种人是 你已经远离了神 你已经很久没有去教会 你已经没有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你想要回到神的面前 你想要 让你的生命建造在 神的话语的磐石上 不管你是第一种人 第二种人 当我们每个人闭上眼睛 低下头的时候 当我数到三 我要鼓励你可以勇敢地 把你的手举起来 当你举手的时候 你不是举给我看 你不是举给别人看 你是举给耶稣基督看 你是承认 你说我要接受耶稣的救恩 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 当我数到一二三的时候 请你们就举手 请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 就一起的鼓掌来鼓励来 欢迎这些人加入神的家里面 准备好了没有 一 二 三 请你举手 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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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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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 看到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人 今天 有没有人今天 你说牧师我要 我要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 我要承认耶稣是我的神 我要让耶稣来掌管我的人生 好 请你们 先可以停下来 有没有这样的人 你说我要接受耶稣成为我的神 我要把我的人生交给神 我要让神来带领我的生命 如果有的话 请你可以 现在可以把你的手举起来 不用害怕 每一个人都在鼓励你 都在帮助你 我看到 还有没有其他的人 还有没有其他的人 可以勇敢地把你的手举起来 好 没关系 我们就把我们的手放下 刚有举手的人 或者是你来不及举手 或者是你不好意思举手 请你跟牧师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 请你跟牧师来做这样的一个祷告 请其他的弟兄姐妹 也跟这些新朋友 或者是这些 会要回到神面前的人 做这个祷告 亲爱的耶稣 亲爱的耶稣 我感谢你的话语 我感谢你的话语 今天我打开我的心 今天我打开我的心 来接受你 来接受你 成为我的救主 成为我的救主 请你赦免我的罪 请你赦免我的罪 洗尽我的过犯 洗尽我的过犯 给我永恒的生命 给我永恒的生命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要跟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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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你引导我 求你引导我 奉耶稣的名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我们给耶稣最大的掌声 哈利路亚 感谢主 阿们 谢谢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聚会 就到此结束 在聚会结束之前 好不好 请大家举手 让牧师为 大家做一个祝福 愿神保守你住在 神至高的隐秘处 成为你的依靠 愿神救你脱离毒害的瘟疫 保守你出入平安 身心灵都健壮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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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神 谢谢大家 如果你是第一次 第二次来的 请你 可以的话 请你留下来 让牧师有机会 可以跟你聊一聊 多认识你 记得下个礼拜 是斐利牧师的聚会 我们提早来 预备我们的心 也为聚会祷告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